哈囉大家好我是Trista 大家好我是珍珍 過年的時候呢 我們刮了兩千萬的大紅包 之後呢 我們現在要來挑戰的是 一百塊的小紅包 之後這一次呢 我們總共買了四張 四張 那我是買不同的那種遊戲 分別是兩層即時 好 事事如意 龍好文還有 聚寶盆 就是 反正就是每一種不同的遊戲 我們都買了一張之後要來做挑戰 看我們花出去四百塊 能拿回來多少 之後呢它這種遊戲啊 有的裡頭是有兩個遊戲 像比如說 有的是說 你刮出來多少 那就是多少錢 那有的話就是 你要有三個一樣的符號這樣子 那 四百塊 我們看我們可以回本多少 OK OK GO OK 那我們現在刮完囉 珍珍你刮中多少 這一張是 沒有刮中任何的 兩層即時的 沒有刮中 但是 事事如意刮到的三顆式 所以就得到了一百元 好 那我這邊的話是 沒有 也就是說呢 我們花了四百塊 買了四張刮刮樂 之後回本一百塊這樣子 其實我沒有什麼偏才率 一直都沒位 那我小小的天才運 就是先是要一百塊 然後刮到一百塊 所以回本一百元 所以有時候真的是刮了一個寂寞耶 對 因為四百塊總是會還是有更多的期待啦 所以比如說四百要刮到一切 沒有 四百如果我可以刮到四百 四百或者是五百 我就覺得其實這樣還OK 因為我上次換的那一張也 就是也其實也都沒有中這樣子 所以 沒關係啦 就當作做工藝囉 那之後我們還要繼續的刮下去 因為喜歡刮就一直刮 我後來發現其實刮刮樂很舒壓 就是在刮 當你把它刮乾淨的時候 就很舒壓這樣子 但是如果可以中大獎 那就更舒壓囉 那我們下次再繼續買 下次我想挑戰是兩百塊的 對 所以我們這個算是成功嗎 成功啊 因為我們回本一百塊 就是我這一部戲 我現在拍的這一部 這個頻道這個節目 它的成本就是三百塊 OK啊 因為回本一百塊 四百減一百 那我們下次再接再厲囉 加油 掰掰